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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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中不足 这孩子一乐生啊 会说话 说怎么能这么说呢 聊斋原文中有一句话 说安大业生儿能言 那就说这个孩子 他的名字 他父亲给他起的叫大业 事业的业 那就说将耳能成一番大的事业 可是一乐生呢会说话 那么说小孩刚一乐生 他就会说话 他都说什么呢 不过据我想的 也就是说爸爸妈妈 他还能说什么 绝不能坐那一段一段 跟您说两段聊斋 这哈迪洛生会说话 就认为这是个怪物 妖精 后来有人就跟安小莲说了 这个好办 您呢弄点黑狗血 黑狗身上取出点血来 拿棉花团啊 绑在筷子上站着 给他搁在嘴里头 吃下去就好 果不其然 就这么做了 他跟赤字一样 就抓住什么哭了 不说了 这不是不说了吗 这回大发劲了 两岁了 那这一生两岁 还不会说话 后来就咱们别是哑巴 不是 十中九哑他不聋啊 快三岁的时候 他才开口说话 这一说话 好 快了 天天见长 一般的话 孩子都能说 不是刚一开始 我吃包包 妈妈不不不 一点一点的 一天天的 很快 简断结说吧 这孩子特别聪明 四五岁的时候 他父亲教他念书 学了不再忘的 过目 成颂 写的还好 到他十来岁的时候 这孩子会下棋 到十二岁的时候 就在卢龙县这一带 全知道安大叶这个孩子 围棋象棋 无一步加 围棋下的最好 都说他是围棋国手 聪明过人 十二岁考中同胜 十五岁中了秀才 他中秀之后 没有二年 他父亲并中 于是长辞 临死的时候 就主托 应该穿校穿三年 嘱咐他 不用穿三年校 孤儿刮母的 不想过的 早早呢 校服不满 给他说个媳妇就完了 事后 半白师 念经 出大病 就把安孝连 入土为安了 给埋了 现在家里边 就剩他们 母子娘两个 家里还有一个妈妈 叫老妈 有点破脚 赶脚 是个瘸子 那么 母亲呢 感觉着自己 有些个孤独 承天守着儿子 儿子是孝子 有些同学的往家里来 就把母亲 撂到内宅了 后来就托布人 什么他的同学的呀 什么媒婆呀 有个熟人呢 到家来就给他说媳妇 挑天厉害 怎么说 也不如意 说不成呢 哎呀 安孝连府这位大公子 人家十五岁 种的秀才 人品长得还好 是个孝子 学问不错 怎么这个媳妇 就说不上呢 不是大点就小点 要门不当户不对 这么一拖 拖了一年多 老太太真成了心事 安在夜 每天到书房睡觉 早晨起来到这问安 内宅就是老太太一个人 这天晚上 老太太躺下睡觉了 迷迷糊糊的 哎 四睡不睡 你睁眼呢 屋里点着灯了 乎听外面 子牛门响 谁呀 深情半夜的 这个话还没说完 软帘一起 从外边走进一个人 然后他在定睛观瞧 见此人 身高足有七尺 光头没戴着帽 不发 往着一个发转 身上穿着一个古铜色的长袍 白护领 白纺绸水袖 散药眉剂四套 大红绸蚁 脚下倾斜白袜子 往脸上看 红扑扑面皮 照文堆垒 两道白眉毛 售后多长 两只眼睛 炯炯放光 通关鼻帘 朱唇 通红嘴唇 一口的白牙 大碗吹轮 海下 一部阴蓝 飘洒 胸前是根根见肉 老太太 老太太一看 这位老人家 天在这般时候 您若大年岁 来到我的内宅 男女人活百岁总有别 您有什么事啊 老太太 你成天 为了你儿子的婚姻事 自己发愁 我来告诉你 你不用发愁 你儿必能上主 当有公主下嫁来临 说这话 这老头一转身 覆袖而去 老太太听完这话呀 似乎明白 似乎不明白 老人家 您别走 您说明白了 倒是怎么回事 老太太一着急 从那床上给摔下来 这下给摔的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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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睁眼一看 桌上那灯 那灯花老长的 摸摸摸头上 出了一些冷汗 耳朵中只听得 咚 咚咚 咚咚 鼓打三斤 原来是南科一梦 这个梦 这么清楚 还有这事 就琢磨这老头说这话 转天一早晨 安大夜来到内宅 给娘问个早餐 娘啊 您起来了 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儿啊 你坐下 我问你点事 哎 什么事您说 什么叫上主啊 啊 娘 您这从何说起呢 什么叫公主下架 您这是 告诉你啊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梦了一个白胡的老头 有如此这般 这么这么这么说的 我醒了 三斤天 说 哦 娘 说这上主啊 公主下架来临呢 就是 有公主到咱家来 要嫁个嗨个儿我 所谓上主就是 上 这个上是高上的上 就说是有公主能信我 哦 我说的呢 您说什么呢 我说我儿的媳妇说不上 原来我儿有驸马的命 啊 三有公主就行了 行了行了行了 这老头啊 是月下老 嗯 月下老不说下话 娘啊 这梦可是心头想啊 您不能信这 你哪懂这个 你不懂 从这说 这个老太太高兴极了 再有安在业的同学到这来 太熟了 有的叫伯母 有叫大娘 大娘您好啊 哎哎 我呀 为我兄弟这个事啊 可费了心了 我今天来特为跟您说 给我兄弟保门亲 给您说这儿媳妇 您准满意 谁家 这个是我舅舅的邻居 别说了 别说了 我还没说了 您就不愿意 不不不 我告诉你啊 宝贝啊 这么说吧 你打听着 哪有公主啊 你给我们搭个着 什么呢 大娘您说什么 有公主啊 你给我们搭个着 公主啊 公主没有 母猪行吗 去 这什么话 我哪国的公主 我哪给您找去 我这 说几句笑话 年轻的哥 几个就出去了 都乐 这位大娘啊 想儿媳 想的都过火了 要说公主 这个事过去了 这么一来啊 把婚姻给耽误了 一耽误又三年 老太太后悔了 本来嘛 哪有这个事啊 事情不过去了吗 这天晚上 安德烨自己 在书房里头 写文章 他是个习惯 晚上睡觉以前呢 不是看看书 就是写写文章 自己在这儿 拿几笔来 写着写文章 忽然间闻着 屋中有这么一种 异香之味 什么叫异香之味 闻这味啊 好像是墨脸香 再一闻 不是桂花 不对 玉兰花味 嗯 这种香味 要像晚香月 那是哪的 哎 一抬头 屋中出现了 五色的香云 这五色香云的哪来的 这云在 怎么跑我屋来了 哎 奇怪吗 它正在奇怪呢 嗯 接着窗子 看那有灯光 哪来的灯光呢 门开了 按那一站起来 从外边 走进了一个小丫鬟 穿着一身 华丽肤色 这位姐姐 你是哪宅的梅香 怎么跑到 我的书宅来 那你有别 瓜里之嫌 你回避吧 驸马爷 副 怎么叫驸马 您少后片刻 说话 我家公主就到 说完这话 这小丫头出去了 她出去 功夫不大 从外边进来 四个小丫头 这小丫头都在十一二岁 梳了双爪子 前发七眉 后发盖梗 每人身上都穿着红 手里头拿着一个 大红猪旗杆 前部龙头 后部龙尾 龙膊底下 吊着四字挂金链子 金链子也说的是 胶纸灯 宫灯 一边俩站在这 随后又借了四个 手里一样 拿着一个金锁提炉 炉里头冒着烟 可能这香褂是在这出来了 一边又站着四个 站好之后 要赤手空拳的 什么也没拿的小丫头 进来有这么八九个 呼 这屋都占颜了 那又站在这看傻了 这怎么回事 随后又进了一个大丫头 这个大丫头约有个十七八岁 穿着一个英文绿的砍尖里边 穿着是粉红色的长衫 腰里头系着一个红色腰筋子 抓几扣 回来抱着这么一卷子 红的什么东西 长鞋约有二尺多 有这么这么多粗 直径起码又一尺 他往地上一放 抬起他这金链子一踢 二尺一看 红粘条 从门那儿 一直踢到他就床上 整着他床眼前头 随后从外边进来 几个小丫头 嫁着一位公主 这公主真是天上的神仙相似 叔叔抓紧青丝发 满头的猪脆 特别显著的 头上带着一个滴滴簪 滴滴簪 就是珍珠的一个凤凰 叼着这么一挂珠的座 上面有宝石 有钻石插在头上 这些东西正字叫极迹 什么叫极迹呀 女人十六岁叫极迹 就是该找婆去了 只要带上这个极迹了 白话叫滴滴簪 带上滴滴簪子 那就证明已经有了主了 唱河南罪的有这么一出 有这么一段叫戒笛笛 就是这东西 这个公主呢 长得十分貌美 长人脸啊 挂点脸尖下壳 细皮了肉 有人说这美人在 柳儿没姓猴眼 婴小狗一点点 杨柳细腰 这是美人这死套的 说这公主长得什么样 反正美不可言 您说趁于乐艳之荣 修花之月 修花碧月之貌 这么说吧 您昨天这女人怎么美 怎么漂亮 这公主什么样 安略站着看傻了 这小丫头架 这位公主踩着红毡条 来到她的床踏着 随后那丫头 又拿过这么一坐垫的 绣花的周围都碎 就放她的床这儿了 这公主轻衣帘布 稳稳当当到床前 就坐在这儿 鸭子给介绍 驸马爷 这是我家公主 乃上方圣后之女 名唤云罗公主 哦 原来是公主驾到 小生 未曾远迎 荡面恕罪 给公主施礼 公主站起来 一欠身 微还一礼 又坐下来 安邓爷 自己坐在这儿想 上方圣后之女 圣后是王父娘娘 那么 我这老丈呢 就老天爷了 这有这事 看上这些个丫头们 有点见傻 正在发愣的时候 有丫头说话 公主 这样对坐 多么寂寞 我们听说 驸马爷是俗间的围棋圣手 莫若公主跟驸马爷 你们对战一盘 公主一点头 靠墙那里有个插筋 插筋里就是棋盘 这鸭红过去 把这棋盘都拿出来 把棋盘往这一放 两个棋帛搁着 安德热一听啊 这公主不但人长得好 而且还会下棋 因为她好下棋 一听棋 我就入迷 公主请 公主微呼一笑 就走过来 守在茶区旁边一坐 安德热也就不客气 永乐公主打个这棋帛 看看分这黑白子啊 把黑的就让给了安德热 这黑的应该先走啊 安德热看看 多谢公主 客气了 结果帮里头一走这棋子 咱们简短接说 这盘棋走了三十招 过来小丫头 拿手给搅和了 哎 甭下了 这棋 驸马爷输了 安德热有点不服啊 你看着什么路就输了 二次崇拜吧 还没望里的 隔七嘴的时候 有丫鬟说话了 公主 您应该让给驸马爷几招 但是驸马爷 是俗间的围棋圣手 您只能让六子 这就是聊摘原文上的东西 公主一点头 让安德热把这黑漆子 先放里边六个 摆好了 你搁哪儿都行 随后公主再走 这是第二盘棋 结果第二盘棋 完了以后 丫鬟说了 驸马输了一个子 第三盘棋又下完了 驸马您负二子 一共您输了俩子 在这三盘棋当中 有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 就是这公主啊 下着下着棋 累了 安侯们一椅身 她坐这个地方 不是个椅子 是个冬子 或是个瓷骨 她没有靠山 这时候过了一小丫头 背靠背 在公主这后边一天 安德热就愣了 又好 这好拿人当椅子辈 她椅子这以后呢 这个腿啊 搁的地也不合适 没地儿放 一抬着这腿 来着小丫头 一下子趴在地上 往地上 那么一趴 拿后背 拖着公主这脚 这么一来呢 这个胳膊没地儿放 一抬着胳膊 坐着一个小丫头来 架着公主这胳膊 趴着插进这儿 安妮一瞧啊 心说这位公主嫁给我之后 要这个脾气的话 真似乎不了啊 我都没地方给她找这丫头去 可是就这样的过程中 下而下着棋 特别是第三盘棋 在下的时候 这个小丫头 嘎着窝底这说话了 安妮这棋子刚按摩里一放 幸福满营 别搁那儿 那是个死眼 搁那儿就输啊 安妮也信说 我这棋赢不了了 怎么知道赢不了了 人家嘎着窝底 那位都比我的棋高 你还说什么呢 结果 头一盘棋 是三十招 没风胜负 小丫头给搅和了 第二盘棋 公主让她六招 第三盘棋 输俩子 说你说这三盘棋干什么 这三盘棋 后文输有用 烦劳诸位听众 您给记着点 这三盘棋下完之后 有一个丫鬟 跟公主耳边 耳语了几句 公主点点头 另外出去功夫不大 这丫头又进来了 手里拿那么一个 红绸子包 仿佛四方方挺沉的 这个大丫鬟 把这包接过来之后 就放在插机里了 驸马爷 我们这次前来乡宅 像您这样的房子 我家公主住的不相宜 应该您在北面那地方 要盖楼 不过有一样 本月里犯天行 不宜动土 不宜建造 出院您再盖 您楼房盖好了 我家公主 记一致 马上就来 哦哦哦 这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按照院 不知所措怎么搭 就听公主说 咱们走吧 哦 这三盘棋下完了 安倍夜 还恨不跟公主 在下一盘棋 没说出什么就要走 公主 您先别走 请留步 他自己就跑到 书房门口去了 双手插飞 但是看看公主 跟着丫鬟一个没动 有一个小丫鬟 手里拿的什么 就仿佛那面口袋 是这么大 但是是个软皮子的 没底 原本说是个皮牌 牌是两片 没底 拿这么一口袋 往地下一放 按照院那看着干嘛 拿手跟着东西 一个呢 我鼓了 再一个的话 顺着两边 往外冒云烟 哇 一会儿 我就蹲龙了 待会儿 他把这东西拿起来 哗 那边一抖了 对面 不见人伸手 不见掌 但是 不掩掩 哎呦 这么开眼了 不至于 看不见了 他还掺着门 掺着呢 少时间 云烟 西壁 再找公主 丫鬟 红粘条 坐垫 什么灯笼 苗无纵尽 我ije了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